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准备好了 我就开始朗读 不管骑车或者开车就怕遇到碰瓷 不懂的人 肯定死了了此事 懂的人一般都选择打电话报警 这时候这群人就慌乱了神经 在沈阳前几天发生一件这事 有位小伙子骑车像是遇到了碰瓷 结果被装的老大爷不仅没有讹诈 而且还说自己有一宝 让他走吧 不过把这件事放到自己身上 肯定得赔点钱让老大爷养伤 大爷不仅没要钱还让小伙子快走 这事要上演哪书 这事看不透 最后了解到大爷今年六十 而且不享受医保 因为交通肇事 应该有肇事者负责他的悲伤 一分钱也不要 这事要到哪样 事后也得知大爷根本没有医保 他是一月临时公公资刚解决温饱 就是为小伙子减围 所以才这么说 再说自己也没什么大事 结果还是一个人回到了家 说自己没事其实他在说谎话 身上的郁军而且年龄又那么大 谁还能受得了磕磕碰碰呢 收下的事情经过记者了解到 他每天都会去澡堂里泡泡草 而且那些澡堂还不是多么的好 只需要一块钱 只希望郁军早点好 适发的时候天空中还飘着雪花 街道的路面非常的湿滑 天气那么冷 出现这么温暖的一幕 真是让人感动好人一生都幸福 不过话说回来他帮小伙子减围 谁帮美衣保了大爷也来解解围 再说别人把咱撞伤疼的是自己 为什么自己要来承担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给小伙子要些赔偿 毕竟这不是恶人 真的有撞伤 这么大年龄 怎能经得起这折头 周拉只能想为大爷报答不平 如果咱们要的赔偿 多了那叫恶人 如果击败的话 应该不会太担心 这下可好 身上有伤 估计不能上班 本来工资就不高 又要扣掉一半 这件事确实给咱传递这种能量 虽然大家都非常感动 但要为自己想想 希望大爷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再次祝福所有好人一生都幸福 周拉说新闻已经播报完毕 如果就能给你分享一下就可以 关注互流网 或者我的微博 每天同一时间 千万别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